长成这样也能当明星 感觉没打扮之前还不如我呢 怪不得老一辈的人都看不上现在的明星 与他们的偶像女神相比 简直是差远了 以前的明星多半都是出自选美比赛 美貌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估计没有人会对关芝林 李嘉欣 张曼宇等女星的颜值提出质疑 他们的美更有特色 男星也是同样 就算是穿着破烂衣服 将头发全部剃光 也难以 英字帅气 可现在的明星出道过程就像是毛皮房精装修 几个月不见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出道前貌不惊人 扎在人堆中也不会引起多人看两眼 演技也是差强人意 可一旦有了资源 经过一顿包装 气质瞬间提高几个档次 果然还是红旗养人呢 一 高夜 狂飙这部剧的播出让很多演员出现在观众事业中 高夜就是其中一个 他在剧中半年的大嫂 短发红唇出场自带气场 将高气腔拿捏得死死的 很多观众感叹 以前怎么没有见过这个演员 有漂亮又有气质 其实高夜在演艺界并不算是新人 在此之前他演过很多角色 但都被主角光环掩盖 拍戏露脸镜头少就算了 甚至差点搭上姓名 被塑料膜包裹一度休克住进医院 但就因为他没什么名气 危险的戏亲自上场 最终电影上映连个名字也看不见 高夜没大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边是以前确实过于普通 有网友照出了他之前的照片 这样的身材虽然不算胖 但也绝对整不上苗条 搭配高跟鞋还是穿出了一种五五分的感觉 甚至有点家庭主妇的感觉 白红之前 衣品和妆容真是一言难尽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廉价感 丝毫不起眼 但狂飙中的高夜完全换了一副样子 可以说找对了自己的风格 大妈变女王 这部戏之后 她的咖位也连续上升了几个档次 但言和杂志拍摄谣约更是绵绵不断 出席活动时身穿高定 数着利落的发型 再也看不出任何脸价的影子 仅仅是几个月的时间 高夜的脸丝毫没有变化 但气质已经颠覆 果然是红旗洋人 2.张小斐 说到这个话题 不得不提的一个明星那边是张小斐 可以说你好李欢迎这部剧 彻底改变了这个女孩 贾琳更是她人生中的贵人 这部电影之前 其实很多观众都见过张小斐 但印象中 她总是一副土土的样子 即使她身材苗条 长得也不差 可她在贾琳面前 好像永远是绿叶形象 张小斐甚至还登上过春晚的舞台 与贾琳的师傅冯拱 同台演小品 可她的名气依然如旧 不仅在观众心中留不住名字 就连其他演员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经常受到欺负 当她和几期姑姑孙茜 共同合作时 她没有任何话语权 只能听人摆布 这样的排练过程 结果可想而知 可没有人在乎她的感受 张小斐只能打碎牙 忙度理验 大学里的同班同学 一个个都火了 可她混迹娱乐圈 依然是一颗小透明 因为张小斐人为眼情 同学袁珊珊就在节目中 随意拿她开玩笑 让她尴尬不已 虽然出道以来 她一直都是喜剧演员形象 但并不代表一个女孩 没有隐私 没有自尊 节目中其他嘉宾都围在一起搓麻将 但她却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一旁手足无足的样子 实在让人心疼 直到《你好》里 欢迎这部电影的上映 才彻底改变了张小斐的现状 明明是一个年轻姑娘 她却用自己真挚的演技 将一个母亲的慈爱 演绎得淋漓尽致 随着这部电影票房 一步步突破50亿 女主角张小斐也迎来了春天 金鸡奖舞台上 她身着靓丽的礼服 向观众展示了自己最美丽的笑容 她说 我等这一天 等了十年 就连万众瞩目的微博之夜 也坐在前排的位置 再也不是那个被人忽视的存在 再次登上春弯舞台 张小斐一改从前吐气的传达 身上的蓝色大衣 直接成为爆款 同样是站在春弯舞台上 相信此刻的她 心中也会泛起不同的波澜 一部作品改变一个人 这也许就是现实 明明是同一张脸 但气质缺换了一个人 张小斐凭借谦逊的态度 走到出头之路十分不易 这份喜爱她值得拥有 三 诚意 要说现在资源最好的男演员 诚意绝对榜上有名 从2020年的琉璃 到今年大火的莲花楼 她的古装败相直接圈奋无数 她就像是位武侠戏量身打造的演员 调维亚丝毫不会出戏 好像真的有武功一样 她的李湘怡意气风发 将观众心中那个白衣少年 引活了 很难不爱 而李莲花又让无数观众心疼 天下第一又如何 还不是北深别人算计 美人疼爱 这不是诚意第一次 一人分世夺绝 她和杨子合作的陈湘如谢 也一样演技在线 要不说杨子是招红体质 每个和她合作的演员 都会迎来事业的春天 诚意也是一样 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到她的戏 还以为她是新人演员 但她今年已经33岁 其实之前她有过多部作品 2016年的电视剧《青云志》中 她出演男二角色 却没大活起来 这两年她成功活跃之后 网友也开始忙活起来 他们四处搜寻成一整容的证据 没活之前 她确实又黑又土 即使是穿着西装 与帅子不沾边 年纪大了 反而越活越年轻 这很难不让观众怀疑 是不是动刀了 确实现在的她气质 与之前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精神小伙摇身一变 成为偏偏公子 其实细看她的脸 确实没有很大变化 她自己也承认说一直在坚持健身 穿衣也在改变 但其实诚意的改变 恰恰说明了娱乐圈的现实 没有名气 衣服和妆容处处体现廉价 只要有作品 代言合作自然不在话下 都说人靠衣装 这才是红旗养人的 秘诀所在 四 白露 网红出身的白露 出道至今一直争议不断 很多粉丝把她归为仆女 她作为小花 出道较晚 她成名之前的照片 被铺天盖地发在网上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 纷纷发出感叹 感觉包装之后 我也能当明星 确实白露的张相 放在普通人 确实称得上清秀 但绝对算不上经验 与之前的明星对比 她不管是气质还是出身 都相差甚远 甚至没有任何辨识度 也不知道是妆容 还是体重原因 这就是一个普通少女的照片 没有任何明星的影子 虽然她之前也演过不少电视剧 但因为不够经验 也一直处于不婚不活的状态 都说电视剧人设会给演员 镀一层滤镜 周生如故便是如此 男女主的凄惨 让观众心疼 而白露也通过此剧 成功让自己的名气 更上一层楼 从此她便改头换面 一改从前的土气 穿衣打扮也精致起来 从学生妹成功 变成气质女神 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白露的样貌并没有明星改变 依然算不上经验 只是在衣服和妆容加持下 变得更加会打扮了而已 其实这样也好 姐弟起 五 赵露丝 无独有偶的是 当下最热门的 另一个女演员赵露丝 也是网红出身 相信很多观众看到 她学生时代的照片 从网红到道明星 也确实不容易 那时的赵露丝 留着其刘海 满满胶原蛋白的脸蛋 确实十分清秀 这样的女孩在校园中 确实比较瞩目 她还做过梳模 成为众多男同学的白月光 普通人能有这样的成就 已经十分可得 但她偏偏要来娱乐圈闯一闯 张露丝的脸虽然不丑 但在美女成全的演艺圈中 确实貌不惊人 全身照更是灾难 在高清的镜头之下 她那不够立体的五官 再也体现不出任何美感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 说她婆女的声音出现 甚至不满意 她和自己男神搭档演剧 但网友远远低估了 资源包装的实力 随着陈谦谦火了之后 赵露丝的心徒就越来越顺 好聚资源不断 让她一步步走向顶流 成为一线小花 名气大增 随之而来的更是各种代言 身穿一身宝格丽的她 耀眼到让人不能忽视 从清纯小花一路成长 到顶流旅行 赵露丝的改变 观众清晰可见 这也许就是红旗养人的魅力 看完以上明星成 明前后气质的变化 大家有个感受 其实她们能够做红 证明底子都是还不做的 不过是之前不会打扮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需要衣装的明星 确实算不上天上励志 毕竟像刘亦菲这样的美女 简单的衣服也能穿得很美 高定地服不过是锦上天华 但世上又有几个刘亦菲 娱乐圈的审美标准 在不断降低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好 谢谢大家